她是被NBA球星库里全网寻找的篮球神童 年近8岁 天资聪慧 因为出色的表现被库里点赞 然而她让人惊艳的还不只是球技 流利的英文表达 也羡煞旁人 小小年纪 她是如何做到的 本期子牙童趣体育观察员带你走进小神童宋一红的故事 宋一红 2013年出生于北京 她从小练习篮球也是受父亲的影响 作为资深篮球迷 父亲带着小一红学打篮球 只是没想到 从此篮球成了一红最热爱的运动 天赋是热爱与勤奋的结果 宋一红的天赋就是如此 她6岁那一年还在跟着小朋友们一起排队练习投篮 在教练的指导下 她第一次投进远距离三分球 那时还非常稚嫩 此后的训练越来越系统化 7岁那一年 宋一红迎来了人生的第一场专业比赛 随着比赛经验的积累 她随后也在比赛中第一次投篮得分 篮球带来的快乐让她更加努力 反复练习运球和投篮 每一次上场的精彩表现 都是台下无数次训练的结果 而且每次训练结束后 她都会留在训练场加练投篮 不管外部环境如何变化 随时随地都能看到她练球的身影 夜深人静的小区楼下 甚至是在广场上 马路边 只要篮球在手就没有不练的时候 内心的专注和坚定 让她变得越来越优秀 她跟父亲都是库里的球迷 为了追随偶像库里的步伐 她不厌其反地练习库里的绝招 胯下运球 crossover 后撤步投篮 掏头 这些动作和技巧 宋逸宏都掌握得很好 在球场上行云流水的表现 让人惊讶 这是一个八岁孩子达到的水平 宋逸宏精湛的表现 吸引了偶像库里的注意 一段比赛的视频 在网上流传开 库里在网上转发视频 直言 这个小孩是西一代球王 将是未来的篮球之星 如今这么小 已经掌握了他的全部技巧 请求网友帮忙 找到这个身穿30号球衣的小朋友 视频里 宋逸宏身形矫健 帅气的胯下运球 华丽转身 超准的三分球 让人惊呼许多大人 都无法达到这样的专业水平 也难怪库里看到后会非常激动 不只是库里 还有莫兰特 巴朗 戴维斯等多位知名球星 为他点赞 库里在社交平台上 发起了帮忙寻人的号召 经过多重转发 当天下午 宋逸宏的父亲 为儿子开通了微博 宋逸宏也终于有机会 回应偶像的称赞 自信大方 轻松地与偶像交流 并爱特了勇士队官网 甚至还用半开玩笑的口吻 回复库里 他要先去写作业了 这是小孩子的任务 这边库里看到宋逸宏的回复后 还专门录了一段视频夸奖他 并且鼓励他继续努力 网络的力量很神奇 只要你足够优秀 总会有一天可以与偶像并肩 因为库里的点赞 宋逸宏一时间成为网友 关注的热点人物 引发微博热搜 大家都惊讶于他娴熟的球技 以及流利的英语 并称呼他中国小库里 宋逸宏比赛的视频播放量 达到845万次 相关话题阅读量达到3.2一次 来自榜样的力量 让宋逸宏变得更加刻苦 他反复练球 不辜负偶像的期许和小库里的称号 然而8岁的宋逸宏也很懂事 他喜爱篮球 但是也不耽误学习 写作业和打篮球 都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作为学生不能忘记学习的重要性 作为篮球运动员 也不能没有体能训练 先做该做的事 才能做想做的事 在这一点 宋逸宏完成得很好 在他身上 可以看到一个青少年 许多优秀的品质 他勤奋 为了死磕一个动作 可以反复训练很多遍 他自信 在球场上 努力拼搏的样子很励志 他谦虚 哪怕被酷里点赞 他也从不骄傲 还是朝着偶像的方向 继续努力 大家都说 英雄出少年 少年强责国强 宋逸宏 让我们看到 青少年不服输的一面 不断地坚守和自律 也让他变得更加卓越 人生无极限 永远不要为自己设限 谁也没想过 在遥远的异国他乡 偶像酷里 会看到并关注他的表现 这对小酷里来说 是最大的鼓励 事实证明 只要足够热爱 加上拼搏努力 总有开花结果的时候 如今的宋逸宏依旧在北京巅峰篮球队打球 他已经连续两年获得 NIBO青少年篮球公开赛 北京大兴赛区八岁组的冠军和MVP 他的各项技术动作更加娴熟 随着年龄的增长 宋逸宏也看起来更加成熟和果敢 唯一不变的是对篮球的热爱 视频里经常看到 他疯狂训练汗流加倍的样子 穿着30号球衣 他穿梭在球场上 身形矫健 步伐稳定 毫不畏惧 有时候还有一种所向披靡的气势 他运球的视频看起来毫不费力 用酷里的绝招 胯下运球接后背 运球稳定 动作流畅 不仅如此 他还有很多技能 背后接前运球 背后高运球 背后高速运球 背后高低混合运球 每一个动作 都有超出年龄的成熟与本重 在一场1v1的PK视频中 小库里几个撤步三分绝杀 完胜对手 而且精准的投球 让跟他PK的小朋友很懊恼 不得不说小库里人如其名 确实是前途不可限量 在感叹宋逸宏如此优秀的同时 也不得不称赞 父母给予了他很好的教育 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 播种了一颗梦想的种子 在充足的养分供给下 种子在心里生根发芽 如今我们可以看见他茁壮成长 也期待他有一天长成参天大树 篮球运动要从娃娃抓起 随着青少年篮球公开赛的举办 我们也看到许多热爱篮球的小朋友们 在赛场上拼搏的身影 对于运动极致的追求让人更自律 从宋逸宏身上就可以看出 享受篮球带来的快乐 也遵守规则带来的束缚 当同龄人还在追看动画片时 他已经先人一步尝到了成功的喜悦 这样的成长经历 只会让他更加努力去追求想要的东西 随着大众生活水平的提高 越来越多的父母开始重视孩子的教育 真正好的教育是帮助孩子发现自己的过程 让他们找到自己的热爱 并且忠于热爱才能让孩子真正享受到快乐 而快乐是一切爱好发展壮大的源泉 每一个爱好的成长都离不开辛劳和汗水 哪怕天赋异禀 也需要日复一日的加强训练 假如第一次投篮是侥幸 那么想要每一次都投进 就需要数以万字的训练 相信宋逸宏能够有今天的成绩 离不开父母的支持与陪伴 每个疲惫练球的夜晚 每一次摔倒和受伤 都是对孩子和父母的考验 有梦想就要不懈努力 期待在未来看到宋逸宏能够登上更大的舞台 成为像库里一样优秀的篮球运动员 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小朋友热爱篮球 通过篮球看到更大的世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我 为我点赞并转发 你们的每一份鼓励 都将是我做出更好视频的动力